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是保罗 那在上次我們談到這個二部式的控制法 還有在之前是談了怎麼樣找這個最佳化你的控制法 那我在這一集呢 來談談一點自己的練習這個經驗 還有我想這個練這個值不值得 還有如果要練的話有哪些方法可以來訓練 那好所以那我就直接說重點 我覺得呢這家控制法是絕對會有幫助的東西 可是它不會對你的速度造成很絕對性的影響 你的速度最大還是取決於 取決於你思考的速度 還有這個操控的熟練度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來看一些數字好了 這個最佳化控制法的 這個到底幫你省下多少按鍵 所以我們來做一點計算 我做了一些測試 我這個打了幾盤 Sprint 40行 然後呢 我這邊有用這個 Nopomino它的一個插件 所以它這邊顯示的這個是 KPT KPT就是 KPT呢 KIESPER KIESPER KETCHOMINO 是 平均 每 每放一個方塊 平均按的按 按的這個按鍵次數 包括HardDrop 所以像這一盤的話 我打了40行 然後平均是 每2.79個按鍵 40行通常都是 放下100個方塊多一點嘛 如果是PC收藏的話 就是剛好100個 那平均 每放一個方塊 就按了2.79次按鍵 所以我打了幾盤 所以 這是我用 平常我用的就是 幾乎是完全二部式 操控 一個非常精簡 然後我也有按很少的Hold 所以這個數字算是非常小 2.79 2.828 2.77 2.89 2.91 2.82 所以這幾個 是 最有效率的按法 好 呃 所以高效率 呃 剛才是看到大概是2.8到3左右 沒有到3 2.9幾 2.7幾到2.9幾 好 呃 好 那接下來幾個是 我用 呃 沒有效率 效率比較差的按法 呃 我的方法是 一律只用右轉 然後每個方塊出來以後 我先轉好 然後如果到牆的話 我就推到牆 沒有推到牆的話 我就是一個一個按 好 所以 呃 是蠻沒有效率的按法 可是也不是說 呃 很誇張 好 所以 這邊的 KPT的 數值是3.51 3.446 3.358 3.529 3.451 3.349 好 所以 呃 也就是說 呃 效率差 低效率的按法呢 低效率 可能會在 呃 剛才是多少 3.3嗎 3.3到3.5 之間 好 所以 我們這個 當然 當然這不是什麼很 很精確的 的實驗啦 好 只是 我只是這個一些大概的數值 讓我們 比較有 呃 比較知道我們 在看的是 差 多大的差異這樣 那我們就 稍微 呃 稍微這個 敬畏一下好了 高效率是3 低效率是3.5 這樣子 好 所以 呃 這樣子一個差異 算大還是算不大呢 呃 呃 這個就是 你可以 呃 自己考慮的 的地方 所以像是 剛才 100個方塊 打完40行 所以 就是 呃 高效率的話大概是按300次按鍵左右 好 然後低效率是350次 所以 好 我們來計算計算算看 所以 這樣大概是省多少 3 所以 呃 可能是省大概 將近15%的按鍵吧 好 那 呃 打了40行的話 大概就是 省下50次按鍵左右 呃 呃 按鍵 呃 次數 好 有受到 呃 這樣的限制 這個我 我覺得 我在稍微 呃 隨便抓一個數字來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情況好 所以我打字的速度 呃 是 差不多95wpm 音打的速度 我們算96好了 好 96 words per minute 每分鐘96個音打的數字 呃 英文字的速度 好 這是我大概的 音打的速度 那 這個 數字 呃 換為 呃 cpm的話 呃 是 是 是 每分鐘 480個字母 好 那 如果480個字母就是480個鍵嘛 那我們可以 呃 可以說 這是 大概是 大概是 每秒 8 鍵的速度 在按 那我 我們就拿這個數字好了 這個應該可以算是 呃 還蠻快 可是每個人都可以按到的速度 好 呃 可能 在這個 看 這個每個人的手指靈活度不同 那 不過這個應該是 算是 快 可是大家都可以達到的速度 我猜啦 好 所以每秒8個鍵的速度的話 那打一盤40行 以高效率來說 呃 高效率是 大概300次按鍵 然後每秒8個按鍵的話 是大概 37.5秒 好 37 呃 打40行 37.5秒當然 呃 不算是頂級 可是已經算是蠻快的 如果 如果是350個鍵 好 低效率的350個鍵的話 呃 除以8的話 是大概43.75秒 呃 不過 呃 所以 不過我不是要比較這兩個數字啦 我只是 想要看一下就是 呃 一個人大概快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呃 省下 按鍵數 才 才開始有 比較實質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 這個數字是 真的是蠻低的啦 呃 呃 都是要 要蠻有經驗的人 才可以達到 接近大概40秒左右 那很多人這個 因為你不是 只按同一個鍵嘛 你是按好幾個鍵 所以 要超過這個 每秒8個鍵 應該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 呃 練 這個最佳化的控制法 省下按鍵 到底有沒有幫助呢 當然是一定會有幫助 可是有幫助有多大 呃 這就是要自己來決定的 你 是不是 寧願 保持現在的按法 然後就是按快一點 你還是可以達到非常快的速度 你可以 一定可以達到40秒以內 呃 那 可是如果 你覺得 你練這個 最佳化控制法 可以 為未來的準備 齁 或是說 會 對現在還是會有一點幫助 呃 甚至是說 呃 熟悉了以後 你覺得可以 減低你的 放錯的 的 這個 機率的話 那 那你就可以考慮 來 來練 可是如果你是 比較 還算是初學者 然後這個 適時常的速度 還不到一分鐘 好假設啦 或是說不到50秒 還沒有到50秒以內 的話 那 你可能 我會 比較建議說 還 還先不要來想 這個東西 呃 就是 因為 練這個 有可能有點無聊 有點枯燥 那你不想 為了 這一點點的 好 這個幫助 而 磨滅遊戲的 性 的樂趣嘛 所以你還有 還可以練的東西 還有很多 我比較 還不需要來追求這種 比較龐之末節的東西 這樣 我是覺得說 呃 就算你沒有要學 呃 整套的最佳化控制法 你 呃 至少 要學會就是 會做 呃 兩個方向旋轉 呃 光是有 用兩個方向旋轉 就可以 呃 增進不少的效率了 而且 呃 其實並不是很困難 呃 那 這個最佳化控制法 好不好練 好不好學 我是 真的是 其實是 我的資料不夠 太少人在練 我的情況比較特別 我是在 才剛開始玩兩個月的時候 就開始 對這個很有興趣 開始自己練 可是 我的朋友裡面 或是跟我同時期 開始玩的人 裡面沒有人在練這個 那他們也沒有比我慢 所以 這可能已經是一個證據就是說 呃 像這樣的東西 並不是影響速度的一個 絕對的關鍵 不過我覺得就是 呃 至少 大家還是要會 呃 雙向旋轉 好如果你要練的話 那 我 我來分享一些我的 我的經驗 然後我的一些想法 好 那 我們 練這個的話目標 大概是有兩個 好 那 第一個就是 呃 任何時候都 都使用最佳化案法 好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把 呃 我們要把這個最佳化的案法 決定好以後 然後把它植入我們的肌肉記憶裡面 這樣 然後第二個目標 同時可以練的就是 大概就是 呃 就是 直覺性的 放方塊 就是 那我們看到一個方塊 我們知道它要去哪裡 那我們就 手指就 用手指那個肌肉記憶它就 就是 就自動按 按出來 我們不用盯著方塊來 看它怎麼走這樣子 好 所以 好讓我現在要 來示範 一些 呃 你可以 呃 啊不對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 我 我這個 先講一下 練這些東西的感想 就是 呃 我覺得 練這個 跟 兩個東西很像 一個是 打字 另外一個是 練樂器 那從這 練 從學習這兩個東西的經驗 我覺得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呃 先慢 然後 呃 順 順就會快 好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 先 呃 練習的時候 要先放慢速度 把它做到完美 然後 很少放錯 然後 都 很順暢了以後 才 開始慢慢加快 呃 我覺得這是 一個很 很重要的東西 不要一開始就 推速度 因為如果你 一開始就推速度 然後你 放錯 放很 放錯很多的話 那你會變得有點好像在練習放錯 這樣子 好 根本就是在自己提高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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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呃 所以 先把它 先放慢速度 來練好 好 所以 我當時 開始練習的時候 使用最多人的當然就是Nopomino 好 那 Nopomino呢 在他的練習模式底下 呃 先選一個Rule 呃 他在選單的最下面 好 第二頁的地方 可以讓你 呃 選擇 出現哪一些方塊 所以我現在選擇 呃 我除了I以外 通通關掉 這樣我可以 我可以這個 在一開始決定要怎麼按的時候呢 我可以說 好 我先來決定要怎麼按I方塊 然後 把它稍微練熟一下 好 我可以 我也可以亂排 好 我可以 像這樣子 自由的堆疊 用一個方塊堆疊 然後先熟悉 一兩個方塊 然後我I可能 覺得啊大概熟悉了 喔當然我現在 是滿熟了 可以打比較快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是 呃 先想好 我看方塊出來了 好我想我要到那裡 怎麼按 我記不記得怎麼辦 怎麼按 好我記得怎麼按 那我就一次按出來 好果然是那裡沒有錯 就是先慢 先這個 先確定自己按的方式都是對的 Triple 然後 然後 不要猶豫說 這樣子 呃 這樣對不對 我不對再移 這樣子是不好的習慣 好 然後 你熟悉一個方塊以後 你就可以 換下一個 好 像是換O 不過像O的話 如果我要一直堆疊的話 我就 就 有一些位置就不能放 所以我也可以混著 像是I跟O一起 然後一個一個方塊這樣子加上來 Double 那我可以隨便的自由對別 好等等 尤其像是這一些比較 呃 形狀比較 難搞的 S跟Z啊 你可能就想要跟其他方塊混著 然後一個一個加上來這樣子練習 好 那那個 所以這個是 這是一開始 呃 稍微熟悉 這個 你設計好的最佳按法的好方法就是 一個一個方塊來試 那 呃 如果要直覺性的放方塊的話 大家可能有聽說 一個 那個練習方法就是把影子關掉 那像是在Nopomino的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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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關掉是要在遊戲規則的RuleSelect 那我自己 呃 這裡比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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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呵呵 我要的規則沒有在這裡 好 剛才找東西找了一陣子 所以 呃 這個Nopomino裡面 呃 的規則 這個Rule 是包含很多東西 包括啊這個方塊出現的 呃 的方式 呃 它的Random Random Generator 是用哪一個Random Generator 啊 方塊出現的位置 呃 樣式 有沒有影子等等 這是很複雜的東西 那 不過你可以自己做 那像是我這裡就自己做了一個 我叫做 保羅NG Noghost 呃 那這一個是我之前在練練習 控制法的時候做出來的 那 它的這個特性呢 是 呃 它 我把影子關掉 而且 方塊出現的位置比平常要高 所以方塊出現以後 像是我這樣旋轉 一開始的時候都看不到 好 所以 我可以這樣在上面動來動去 好 都不知道它在哪裡 然後 我可以這個想好以後再把它放下來 那 在練習模式或是 呃 在Nopomino大部分的模式裡面 你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的重力關掉 這樣 它的方塊就不會往下掉 好 我可以給你看一下 所以 像是 好 像是這個方塊漂浮在空中 它 它 它這個 它不會往下掉 所以 加上我剛才設定那個 規則的話 那就變成是 我可以這個 完全 好像閉著眼睛在打一樣 好 那 那如果你這個 開始覺得 每一個方塊都熟悉了以後 你可以試著用這個方塊來 來 用這種方式來玩玩看 看能不能順利的 打完 打完40行 所以像是 我這裡的話 40行 我也是可以把重力關掉 那我方塊出來的時候呢 我就看不到它 那我就要 好 我現在是一個O 我要放在那裡 我要怎麼按 好 是這樣子 然後一個一個方塊按 一個一個方塊來放 我其實 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用這個方式來練了 所以 patches 可能錯誤率會比以前要高 啊 好錯 patches 好 所以 像這樣子的練習方法 就是說 呃 你可以 p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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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滿有趣的訓練方法 那我 那 呃 不過也只有在Nopomino比較容易做到 呃 其實在別的 呃 遊戲裡面的話 也是也是可以這樣做 像是如果你在TB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 呃 開一個 馬拉松好了 好 開一個馬拉松 然後 然後 把影子關掉 然後呢 你再把 在螢幕上面貼一張便條紙什麼的 啊 你可以把上面 蓋住一下 好看 看這樣子能不能玩 啊 好像蓋住太多了 第一個是什麼 哈哈 亂打一通 好 呃 所以 這是可以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 可以 可以用這些方法來練 不過 呃 我 我 我 滿不喜歡在像是TB 下面這樣子打 因為你看我剛才 這樣看大概就看得出來 我那個放錯機率 跟 比那個Nopomino還要高滿多的 呃 一方面是 這個 他橫移的速度比較慢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他有時候會lag 然後 明明按對東西 位置都會錯 那這是很很討厭的一件事情 好 因為你這個 你這個本來手指記憶說 這樣子按會倒 可是 可是他卻沒有到 卻錯了 這樣就是對你的手指記憶來說 都是一件很很這個 很很這個 很不利啦 呃 所以我 對於這個觀影子練習 我的想法是這樣 呃 我大概是 我知道的人裡面 觀影子練習的只有我一個 那我從開始練 呃 控制法以後 呃 有幾個月的時間 都是完全把影子關掉再玩 那 我 現在往回看 好 這個經驗 我覺得 我有兩件事情要建議 第一件就是 可以這樣子練習 可是你要知道 你為什麼要這樣練習 這樣練習的好處應該是 就是 你可以 呃 逼自己 呃 就是 逼自己用 呃 一定的控制方法 像是如果你有 你有練習 自己最佳話控制法的話 就是 呃 逼自己一定要 記得怎麼按 呃 還有就是 呃 練習用 呃 很 用 直覺的方式 呃 就是不要依賴 不要依賴你的視覺來 控制方塊 這是 呃 所以我的建議是 哦 我剛才講 講一講自己都不知道在講什麼了 好 所以 呃 讓我想一下 呵呵呵 呃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呃 要關影子練習的話 第一點 最好是 在比較靈敏的遊戲 像是 Nopomino 呃 或是 可能top也不錯 好 那你可以像 像這樣子練習 那tb的話 因為它有 它這個控制不夠靈敏的關係 所以我 比較不建議 還是可以啦 好 那這是第一個建議 找比較靈敏的遊戲來 來練 然後第二個建議呢 是 呃 專門練控制的時候 這樣做就好了 然後 平常玩的時候 就不要了 因為真的是 呃 因為這樣子 想 想也知道這個 你的放錯的 頻率會高很多嘛 那 那 在平常這樣 平常玩的時候 這樣子 是有點折磨自己 好 因為 滿 打壓這個 遊戲的 樂趣的 好 所以除非你是那種 欸 很固執 然後一定要這樣子 逼自己練的人 要不然我實在是 建議你平常玩的時候 關掉原子來練 好 如果你有用Nopomino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我的 這個 呃 我的四十堂模式 這裡有一些 跟 呃 原本看起來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像是這個 Faness 這個 這個Counter 這個 呃 這個 Faness 這是一個 Nopomino的插件 呃 他有一些設定 像是 你可以設定 呃 速限 那如果 你不到 速限的話 他會給你警告 這樣子 那 Faness 剛才那個數值的話 有兩個設定 一個是我 一開始有用到的 就是 KPT 平均每一個 按鍵 每一個方塊 呃 所用的按鍵次數 然後還有一個False False False的意思就是說 呃 如果你是 專門 有打算專門練 呃 呃 二部式金控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 你跟二部式金控 呃 比起來 多了幾次按鍵 好像是我的O 要移到這個 現在J的左邊 靠著J 就是離牆一格 那最最快的方法是 兩個按鍵到 然後放下去 是這個 到底退回 可是如果不用到底退回 我按三次的話 那 比這個 二部式要多了一次 那他就會幫我數 呃 如果是正常的話 如果你聲音沒有改過的話 他會發出一個 玻璃破碎的聲音 那我的聲音是已經改掉了 所以不會聽到 呃 所以這個 如果你是要練二部式金控 呃 二部式控制法的話 呃 呃 這是一個 這個很很很好的工具 呃 如果 呃 這個 這個插件呢 你可以直接搜尋 呃 搜尋 搜尋 Nopomino customization 啊 Nopomino customization 然後你會找到Harddrop的這個 第一個連結 然後他這裡就有這個 有檔案跟指令 啊 怎麼怎麼做這樣子 好 所以 那我們 呃 假設你 不 不玩Nopomino好了 那你要用像是 你要在TB下面練習 那我覺得 呃 呃 就是 呃 這方面的話我就沒有太多可以說了 呃 我會建議說就是遵守剛才的 所說的原則就是 先以 慢而完美 來 呃 作為基礎 然後 然後完美以後再慢慢加快 所以 我可以 現在我是開一個40行 的那個 呃 所以我可以說好 我現在要打一場40行 然後我要以全場都以 呃 完全 正確我之前設計好的 按法 來打完 那 我 我的做法 就應該是 好 方塊出來的時候 我要到那裡 我要到我要的地方 是要怎麼按 好 然後不要按錯 不要用錯的方法按 那這些是 到底以後 左 到底以後右轉 好 那這個是 兩次 兩次右 好 到底退回 到底放開右轉 然後這個 這個是到底左轉 所以 到底 放開轉 所以就是說 呃 依你自己說 我目前能夠做到的速度呢 試著不要按錯 好 每一次都用 這到底退回 每一次都用 正確的 方法來把它按出來 那等你能做到就是 就是 按錯了 所以等你能做到就是完全沒有錯誤的時候 那你再試著把它加快 那 那 當然我現在的錯誤率是有點太高了啦 所以 不過我也是已經 已經都 熟悉了 我的 我的控制法 所以 所以我會打比較快 這樣子 好 所以 在這方面的話 我是覺得 呃 很抱歉 我其實並沒有 我之前 所想的 有那麼多話來講 喔 所以這可能是我唯一可以建議就是 呃 我覺得大家 可以 考慮 啊 慢下來 不要太受這個 呃 大家這個所謂 手術這方面的 東西的 迷思 就是 你要快的話 那要好才有用 光快而不好是 是沒有沒有用的 嗯 那 呃 好像想要說什麼忘記了 喔好最後 呃 想半天 會想到 最後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 呃 因為這個是 呃 需要 需要習慣 需要適應的東西 如果你 之前沒有在用雙向旋轉 沒有用你 呃 特別的控 這個按法的話 然後你突然要改變的話 那是一定需要時間 不但是需要練習的時間 然後需要 也需要就是 純粹的時間 那你 這個 打兩天 每天打五個小時 啊 可能 效果 遠不如 就是每天 練一個小時 然後維持十天 這樣來的有效 所以這個是 呃 那 你 一定就是要給自己 足夠的時間 嘗試 好 幾個禮拜下來 那 你這樣子 每天都花一點時間 像剛才我說的 這樣子 方塊出來 想好 好 要按左轉 要按右轉 然後再開始動 好 那這樣子 過了幾個禮拜以後 一定就會適應了 好 所以是 很需要 給自己時間 來適應 好 所以如果 如我所說的 我本來 呃 我在這方面 呃 原來沒有這個 之前 自己所想的 有這麼多可以建議 那我覺得 可能這是 就是因為 每一個人都不同吧 每一個人學習 每一個人練習的 方式都不同 所以你還是要去找到自己的方式 這樣子 那 我在這邊 祝大家 好運